剛剛做完的結果 因為如果你每次 像我們剛剛是test.py 存在桌面 可是以後桌面一堆東西不ok 所以建議是什麼 以後你乾脆 就是可以先怎麼樣 先在C點底下建一個目錄好了 以後就把你的做好的程式 就放在那個目錄裡面 一般是因為我們只有C 不要放桌面 桌面很容易被殺掉 所以乾脆就放C點 然後我新增的話 也許新增一個資料夾 那我是建議資料夾前面開頭 加一個底線好了 為什麼加一個 因為底線排序會排在最上面 最好找 我自己習慣前面加一個底線 然後再打一個python好了 python 然後今天日期2020 比如說今天是10多少 20 ok 就這個 好就是今天我們的目錄 我們的所有以後 反正就放這裡好了 ok 所以今天 好這個在C點底下 裡面現在空的 那我可以把剛剛練習的 把這個txt.py 另存 有沒有這邊有個另存 圍 然後就把它放到我指定的 所以以後你要找的話 你就通通都到這個地方找就好了 當然以後如果你要把它備份回去的話 那你就是把這個 我們要排序在這裡 底線 underlight開頭的 所以underlight開頭的話 那就會有這麼多個 在這裡 ok 在這裡這一個 然後就把它儲存就可以了 ok第一個 那另外的話呢 你也可以練習 比如說像剛剛的程式 假設你要練習什麼 加法對不對 那你 講到之前是加啦 所以你可以什麼 再把這邊再開一個新的磚 新的有沒有 然後把程式再貼過來 然後呢 比如說這個是練習的 練習成好了 ok你就加一個成 那另外呢 當然不是加總 而是因為那個要取什麼名稱 不用糾結啦 看懂就好了 ok 相成結果也可以啦 或者相成冒話也可以啦 那反正就是看得懂為原則 然後呢 假設我們改了 比如說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一樣我就再存一個 相成 好了 冒號 ok 然後呢就把它儲存 存檔 那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一直跳那個什麼 跳桌面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邊有一個路徑有沒有 這個路徑呢 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個就是你的預設路徑 你可以把它改成你剛剛的那個 你指定的那個路徑 指定的路徑是在C碟底下的 我們剛剛建那個Python的 2020的10月20號這個選擇有沒有 那以後如果你把它什麼 儲存檔案的時候喔 他怎麼沒跳過去 理論上應該會跳過去啊 算 如果沒有跳過去的話 你再選一下 理論上下一次喔 它就會幫你跳到那個路徑裡面去了 這樣的話以後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你寫完的程式喔 那就放這裡 那這個也許喔 那你如果要打英文 我記得打中文應該OK 相成 OK喔 然後存檔 那其他也許你可以再練習啦 存除或者是什麼呢 求於數啦 或者是除除 幾次方 就練習一下 算數運算值 存完之後 下一次的話呢 你如果通通把它關起來了 這不要存 OK 假設呢 如果你把它關起來對不對 如果下一次要開 除了說用開啟舊檔之外喔 像我的習慣會這樣喔 就是說喔 直接用拖拉的 有沒有 直接開啟你剛剛的這個目錄有沒有 然後你就直接把這個檔案拖拉到這邊來 放開 這個檔就打開了 有沒有 用拖拉放開 拖拉放開 就開起來了 以後你們考試喔 如果去考也是一樣 他會給你檔案 你就把它拖拉 然後放開 程式打一打 然後存檔 上傳 這樣OK了 所以其實那個考試喔 我自己考的經驗喔 其實導演真的不是很困難 因為他考試時間 我自考那個1到9類全部的 然後他考好像給100分鐘吧 不過我記得我現在打個程式大概9題 我大概10分鐘 大概就OK 因為可能已經很熟啦 上課一直教這個 然後就去 然後有些東西喔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記得就是記那個 不要死被程式 而是用你習慣的寫法寫 然後呢 只要看到題目你就照著寫 照著寫 很快就寫出來 然後只要70分就幾個 你就可以出場 你就證照就拿到了 OK 那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這樣學習起來喔 會比較有那個 感覺會比較有動力啦 不然的話回去你假如又放著 下一個禮拜又來 你可能會忘光了喔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喔 把這個環境先熟悉 然後呢並且喔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建一個目錄喔 你就把這些放在這裡 那下一次來的話 你只要把spider打開 然後再把程式拖拉進來喔 也許就可以做前幾個禮拜的相關動作 那其他的東西呢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回去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喔 你也可以再把那個 就是這個網址寄下來 回去的話喔 就是再把它複習過 那如果你今天問卷有留意 沒有信箱的話 那我會把那個 就是影片連結 直接寄到我們的信箱 那之後的話 我會建一個不公開的論壇 在這裡 那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話喔 後面我會再跟各位講 就是 只要是上課的學 如果你有 複習影片的需求的話 那你可以加入 就不公開的 那我一樣 我會把每次上個影片 貼到上 它會自動轉信到你們的現象 那反正你就是每次每次 總共十週嘛 你就每次每次照這樣 十週下來我想應該喔 你會有一個基本的 至少如果你願意學習的話 至少你對程式也就不會陌生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回去的話 至少你要記得這個雲端位置 然後回去記得就是說 至少請你在你的電腦上面喔 安裝這個 Python的懶人包 然後Spider如果路径不對的話 你就修改一下 然後把那個就是 第二個單元 基本的這個推置元跟 算數運算值 至少先了解一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至少就要了解 所謂的關係運算值 這裡面的話呢 會牽涉到與關邏輯的部分 就是做邏輯判斷嘛 OK 然後再來就是加一個輸入 Input OK 然後輸入判斷結果 幫我輸出 這些OK之後再來回圈 了解完 再來我們就要講 證照的考試題目了 OK 所以一步一步的 OK